首先一起来观众一下体操项目的最新消息 第五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继续在福建的莆田进行 在女子组的比赛当中中队此次派出了曾思琪、黄桂丹、 商春松、李怡婷、洛佩卢和吴柳邦这六位队员参赛 目前中队是以229点050分在内第一 全国冠军曾思琪则以57点400分 暂时还在个人全能项目的第一位 商春松、吴柳邦和洛佩卢暂时排在了2到4位 比赛将在今天晚上继续进行